首度秀出舰上垂直发射导弹能力 被大陆军事迷称为亚洲第一舰的大陆自制055型导弹驱逐舰南昌舰 入列服役以来第一趟海外军演任务给了俄罗斯 这也是南昌舰首次赴国外参加联合演习 在演练中我们将与俄罗斯海军舰艇一起 围绕边队对空防御 通过水雷威胁区进行实战化的联合演练 前往位于日本海的彼得大帝湾海域 中俄之间这第十次海上联合军演 时间点正巧就在美日印澳的马拉巴尔军演期间 对阵叫嚣意味浓厚 大陆官媒评论《环球时报》特别强调 这一次大陆舰艇编队不需要经过事前集结或训练 就直接赶到演习区 是更逼近实战等级的演练 但恐怕是想要凸显中俄友好更胜以往 这次演习就是为了巩固发展 综合新时代全面专业协作伙伴关系 大陆这次一共派出了五艘舰艇前往军演 俄罗斯也出动了大型反潜舰和反潜徐罗机等等 中俄联手海上练兵简直美日 这实战推演似乎有意给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一个下马威 因为岸田文雄才刚表态有意提高国防预算 抗中态势鲜明 而日本也没缺席美日印澳的年度大事 就是马拉巴尔军演 美国希望借由与印太盟友的不对称优势 来制衡中国 而今年澳洲印度抗中态度更为鲜明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更亲自出访印度 透露美国有60%的海军兵力都已经部署在印太地区 主要目标是针对哪个国家大家都很清楚 不过大陆却猛酸 美国所运用的岛链防御战略根本就没用 第一岛链在中国海军空军面前已经破旧不堪 对中国海空军远海行动的阻拦作用已经降低到极限 像是要反抢美军共军有异地作战能力 大陆近日还进行了投送模拟 用民间4.5万吨的邮轮跨海运送整支部队 包括坦克车补给军用车 全都开进去 号称下船即可战斗 不过美国最近也把有海上基地支撑的 9万吨级米格尔基斯号 调往了日本的佐世保港 这也让共军绷紧神经 在美中军事不断较量之际 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这时候开口谈民主 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 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做主 习近平在一场人大工作会议上 坚称共产党奉袭民主 民主的重点也不在于是否有投票权 这和西方认知大不相同 美国总统拜登曾经评论习近平骨子里根本没有民主概念 同样民主两个字美中意识形态截然不同 无法弥合的分歧 也让拜习时代下的美中军备竞争更为激烈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